收到這個俄烏危機 現在烏克蘭已經宣布 要進入緊急狀態 在今天有哪些 需要關注的重點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真榮 大家早安 這一節群群現場持續帶你來關心 的是俄烏危機 烏克蘭政府今天已經宣布 進入了緊急狀態 並且敦促在俄羅斯的 烏克蘭公民們趕快離開 烏克蘭當局表示說 因為俄羅斯侵略 現在可能是加劇的 會讓當地的使館 有一些協助受到限制 目前在俄羅斯大約有 兩百萬位的烏克蘭有種居民 還有大約有一百萬 到兩百萬的烏克蘭移工 根據烏克蘭國會批准的草案 緊急狀態將會持續30天 而這期間會限制人民的行動自由 並且徵召預備役軍人 並且還有對媒體實施一些管制 緊急狀態將從明天開始生效 烏克蘭的國安單位也表示說 地方政府可以決定 要不要實施宵禁或是其他的管制措施 而這些是防範性的措施 目的是要維護國家的平靜 跟穩定以利經濟 還有國家的運作 不過就在這種緊要關頭之下 烏克蘭政府現在傳出 難道是被網攻了嗎 烏克蘭政府宣布說 他們的國會 政府 跟外交部的網站全部掛點 就連銀行也被網路攻擊 沒有辦法提供服務 烏克蘭當局更是表示說 他們收到線上警告指出說 駭客準備要對政府機構 還有銀行跟國防部門 發動大規模的網路攻擊 現在俄烏情勢緊張 到底俄羅斯會不會有 更進一步的入侵行動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昨天有表示說 有致電給普丁 但是被已讀未回 根本沒有回應 他更表示說 俄羅斯已經在烏克蘭的邊境 有集結了將近20% 20萬的大軍 美國情資現在顯示說 有衛星影像有拍到 在俄烏邊境有越來越多的 暫時野外醫院還有避難所 可見俄方是蠢蠢欲動 而畫面上你看到的 這就是俄烏邊境 現在的狀況氣氛很緊張 有許多的烏克蘭大兵 是駐守在當地 也有一些居民感受到緊張氛圍 趕快拿著行李大包小包 提前撤離家園 而美國的政府官員 今天更表示說普丁正是竭盡所能的 要準備好入侵烏克蘭 而侵略所需要的軍力 可以說是百分之百到位了 帶你來聽聽看美國國務院的說法 美國就有情報官員向美軍 媒體透露五角大廈評估 俄羅斯會向烏克蘭發動空襲 包括了發射巡弋導彈 以及地面入侵 另外還有美國官員也指出說 俄羅斯的侵略行動 將從網攻開始 隨後可能會夜間入侵 不過他們也評估說 俄羅斯現在的攻擊計畫 還是取決於普丁的命令 以及會跟著事態發展而有所改變 而現在因應惡務危機升溫 聯合國大會在台灣時間 昨天深夜也召開了記者會 烏克蘭的外長庫列夫 他也在大會上發言 他說其實沒有人 可以身處危機之外 他說這就是一個最好的範例 要大家說為什麼說 現在就必須要行動 來阻止俄羅斯 因為如果俄羅斯沒有遭到 嚴厲迅速的反應的話 將代表整個國際的安全體系 還有機構全然破產 他強調說 如果說像俄羅斯 他也是身為聯合國安理事會的成員 都可以打破規則的話 那麼其他國家當然也會有樣學樣 就在普丁決定要出兵之後 俄羅斯外交部20號就宣布 從烏克蘭撤走了外交人員 他們說目的是要保護他們的 外交人員的一些生命跟安全 而現在外媒法新社 也向俄羅斯大使館來求證 是不是已經開始撤離外交人員 官方證實卻有此事 而聲明當中也聲稱說 俄國的外交官常常受到威脅 大使館領事館常常被攻擊 而烏克蘭已經深陷嚴重動盪 而目前在烏克蘭當地的大使館 俄羅斯的國旗也已經撤下了 美國總統拜登昨天就宣布 要對俄羅斯的金融機構 跟個人實施制裁 而今天宣布制裁更加的上個層級 今天再度宣布 對俄羅斯的天然氣輸送的管線 北溪2號的公司跟相關人員 通通進行制裁 經濟部長哈伯克 德國的經濟部長哈伯克 他就表示說 即使俄羅斯天然氣沒有輸入的話 德國還是可以滿足自身的能源需求 相當於是贊同拜登現在的制裁的措施 而現在因應俄羅斯出兵 歐盟還有英美各國都祭出嚴厲制裁 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也在例行記者會上頭被問到說 大陸會跟隨其他國家也來制裁嗎 不過大陸他回應說 大陸現在的立場都說 制裁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他也反對任何非法的單邊制裁 另外加上有許多媒體都把台海跟烏克蘭 來做一個類比 他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中國政府的立場是 我們認為制裁從來都不是 解決問題的根本有效途徑 中方一貫反對任何非法的單邊制裁 那麼我還想指出 美國等一些國家的單邊非法制裁 已經給相關國家的經濟和民生 造成了嚴重的困難 美方在處理烏克蘭問題和對俄關係時 不得損害中方和其他方面的正當的權益 我認為台灣當局有些人借烏克蘭問題來 蹭熱點和碰瓦是不明智的行為 那麼台灣的確不是烏克蘭 台灣從來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是無可辯駁的歷史和法理事實 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 台灣地區的和平取決於海峽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而不是搖尾起連 指望外部勢力售賣武器或者提供軍事支持 台獨只能是死路一條 對此任何人都不應該有任何的誤解或者誤判 現在面對烏克蘭的危機 以前美國總統川普他也發表了他的看法 他說如果他自己還在白宮的話 普丁的天才手段也就是派兵進駐烏克蘭 烏東地區將永遠不會發生 而且他還罵拜登說 非常無能讓普丁氣焰高漲 川普他甚至是話風一轉 他也談到了兩岸局勢 他說現在很多人都把台海 跟烏克蘭來做一個類比 但他說他這樣子會讓習近平 對台灣採取更大膽的做法 而主持人就問到說 到底什麼是更大膽的做法 難道是出兵台灣嗎 川普就回答說肯定的 因為北京其實就是在等奧運結束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